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唯妙法 海間萬劫南遭遇 我心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記事大家阿彌陀佛 那我們今天上陳佛之道 沒有課本的沒有關係 我們就聽就好 首先我們上次說過 這個是音順稿石 針對所有佛法中和編輯的一本書 是依據參考中課八的 譬如道思理廣論 那把佛法有系統的做整理 那首先音順稿石是先寫祭壽 然後再來做長行 那一般我們長行來講 就三藏十二部 那麼三藏十二部就是十二分教 那三藏十二部 我們先了解一下記住 那十二部就是十二部類 十二種類別 並不是金剛精一部 阿彌陀精一部 地藏精一部 不是這樣 是十二種類別 部類 那麼這十二類裡面 就是十二種題材 那麼主要是這三種 就算是十二分教 十二部約就是十二分教 就是十二種類別的說法 那麼長行就是一般我們這些文字 就是經文 那麼主要是有多了這兩個 那我們必須要從印度的文化說起 那麼這個是重宋 這個是姑祈宋 那宋還有一種叫做色宋 等於我們再來講 還有另外一種宋 如果從這樣來講 還有一種宋叫做色宋 就是記 那記宋基本上有這三種 大概來說 因為運輸導師是做記 記有一點像我們的詩 比較好背 那這個長行就是經文 重宋就是長行之後 把經文的意義 再用簡短的記語說一次 那麼這個叫做重宋 那麼姑祈宋就是 它不是一句的長行 它是用祈宋來說道理的 那麼這個叫姑祈宋 那麼映順導師這個祈宋 就成佛之道祈宋 這個祈宋它是先做祈宋 然後後面再跟著祈宋來解釋 那麼經文裡面它是有長行 後面跟著長行的道理 再用祈宋再重新說一次 那這個是不太一樣 那主要我們說過佛法裡面 主要的三類就是長行 就是清文的部分 就是語體文 然後後來就是有祈宋 祈宋分這兩個 那麼後來有一個所謂的射宋 那射宋主要是把每一部經 每一部經 比如說有十部經 取每一部經的前面兩個字 或一個字組合成一個宋 那個叫做射宋 取得力來講 就是我們先把所謂的祈宋了解一下 那這是十二分教 三藏十二部 三藏就是經律論 那舉個例來說 這個 它基本上比如說雜寒 那麼它把 它把這個 舉個例來講 那麼有一種祭宋 比如說有 把很多經變成一個宋 比如說散發 我們舉個例來 善法咒度數 它就是一本間一本間 比如說有這樣的一個祭宋 那麼沉水木積玉 那這個跟這個射宋跟這兩個宋完全不一樣 這個從宋從字面上可以了解它的意思 從宋的前面有長行 就是有這個 就是有文字 孤其宋的前面沒有 它本身祭宋就要講道理 那麼射宋不是 從字面上你不曉得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拼錯來的 比如說它射宋十部經為一宋 所以叫做射宋 射十經為一宋 就是它有這樣 佛祖講的這部經 講的這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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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了之後 把前面的十部經用一個宋 把它連結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要知道 印度當時沒有文字 不是沒有文字 它記載經典不用文字 它都是用什麼 用口誦 背誦的 這個佛法用文字記載 那個是佛滅後三四百年之後的事 大概在西元前 如果是最早的記載 那麼西元前大概應該是 最早是阿育王時代 那阿育王時代是大概 佛滅後 佛滅後兩三百年的事 大概已經是這樣 那佛時代的時候是沒有的 第一次解體 第二次解體 都還沒有文字 第三次解體也沒有 一定要 差不多到第四次解體 加尼瑟加王的時代 才有文字 所以 你要怎麼樣 像我們現在不用啊 我們現在不用背 我們現在只要拿書來 怎麼樣怎樣就可以了 以前不是要背起來 可是背你要容易背 那容易背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聲音 可以連結 一種就是文字上可以連結 那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十部經 舉個例來講 善法經 咒渡數經 就兩部啦 然後 陳鈺經 這個鈺 陳鈺經 水鈺經 木積鈺鈺 那這個就 一二三四五 就五部經 然後善仁經 那麼這個 善仁網經 不是全 善仁網 沒錯了 善仁網經 善仁網 那麼四伏經 然後就七部啦 然後這個 日經 車經 肉經經 那麼這個 總共十部 就是有七種P 然後再加上 這個七個P 一二三四五 這個有八個 它是有這個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這裡有八部 但是它 肉經有七 那麼 它是指這個 七是指這個 肉經有七 所以它基本上是 八部經 九部經 十部經 設十經為一宋 那麼 我們講的 現在我們在講祭宋 先講 因為殷孫老師 先寫祭宋 然後寫長寒 那麼 古代的論詩 要寫佛法 講論 也有這樣的 就是 就是這個 先寫一個祭宋 然後再寫祭宋 之後再寫長寒 比如說世心菩薩 寫 為世三十宋 然後之後要寫長寒 還沒寫 就死掉了 所以後面的弟子 就用為世三十宋 那麼 各個來註解為世三十宋 就有十大師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先了解一下 所謂的祭宋 那麼論 論其實就是在論說佛法的 那麼 那麼像映聖老師這種 那麼其實也可以叫做論 那麼叫做中心論 那就是在書名一部經 書名整個佛法的道理 比如說巨捨論 巨捨論並不是特別來解釋哪一部經 不是在解釋整個佛法的 像陳博士道也是這樣 他解釋整個佛法的 那比如說像大製作論 他就是解釋一部經的 摩霍波爾波羅命經 那比如說十柱比佛法論 他是在解釋華元經的實地點 十柱點 那麼這個是世經論 那這個我們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對佛法的整個 稍微 因為現在是講祭宋 好 那基本上就是 祭宋大概有分三個 就是企業 企陀 企陀 企業 還有色宋 基本上有這三個 好 那我們說過為什麼要用祭宋 因為當時都是靠背宋 祭意 要祭意 便於祭意 所以要用祭宋 最明顯的把所有的佛法 用一個祭宋來表示 是什麼祭宋 甚至把過去佛 所有講過的佛法 用一個祭宋來表示 總色所有的佛法 是什麼祭 舉個例來講 這個我們看喔 就是一個祭宋可以解釋很多的佛法 叫做七佛通緝 過去七尊佛 釋迦牟尼佛是第七尊 過去佛跟現在佛 加起來總共有七佛 七佛通緝 每一尊佛都有寫一個祭 每一尊佛都有一個祭 但是七尊佛色受 就是過去那一尊佛的說法 主要是在說什麼 有一個祭 釋迦牟尼佛的說法在說什麼 只有一個祭 那麼所有的佛 七佛 所有的佛 這個案件裡面講七尊 所有的佛主要在說些什麼 就是一切佛 七佛就是一切佛 我主要在說為什麼 叫做通緝 七佛通緝 七佛通緝 七佛通緝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七佛通緝 就是說佛法到底在講什麼 那你看喔 七佛通緝是什麼 《諸俄廢》 《諸二末座》 這個你看大家都知道 《諸二末座》 我們比較熟悉比較早的 既送是佛陀時代就有了 《諸二末座》 哪哪呢 众善奉行 然后呢 自尽其 只要是这三个 是诸佛教 是一切佛所教导的 你看就用一个寄宋 就是佛法 一切佛所教导的 是诸佛教 一切佛所言说教说 基本上就是诸佛教 众善奉学这一切 三切就把所有的佛法 全部含括在里面 所以寄宋它就是 让你方便七的还有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这个是七果中七 一切佛的佛法 浓缩在这里面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 英顺导师把所有的佛法 这个仁天法 所谓五称佛法 仁天法 仁称天称 生文 元节 菩萨 那所谓的法 浓缩在这个七首里面 基本上是怎样 可以浓缩在浓缩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七佛通计 好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舍利佛遇见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跟他讲个什么气 跟他讲个什么气 讲什么气 舍利佛遇见马圣比丘 那么他看到马圣比丘很微 他说这个人一定有功夫 他的印度人印度人要问 修行人遇见修行人都是这样问 你的师父是谁 他教你什么 他们中传承 不要先问他的师父 释迦摩尼佛刚从菩提宿下陈佛来 那么一个优托尹也是问他 你的师父是谁 释迦摩尼佛说我没有师父 我要解脱陈佛是自己陈佛的 他不相信 所以他就没有再问 那他教你什么 那你用这个师父 那就不用我问他教你什么 印度人都希望这样问 他中传承 那舍利佛遇见马圣比丘也是这样问 你的师父是谁 马圣比丘的师父 他师父是谁 释迦摩尼佛 马圣比丘就是五比丘之一 那他教你什么 你看 释迦摩尼佛教的佛法也很多 当时跟马圣比丘 我比丘讲的基本上就是转法人间 他也不是只讲这个 他讲的很多 那么初转法人主要有三部分 一个是四弟八正道 就是四弟 四弟就在八正道里面 四弟 那么延企跟中道 讲这三个 那么马圣比丘怎么回答他 他说我师父 讲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只能简单用一个计来跟你讲 讲的非常深奥非常多 但是我只能够简单用一个计 叫做缘起计 你看 这是马圣比丘跟 马圣比丘跟舍利佛讲的 总结 总结释迦摩尼佛说法的核心跟重点 重要核心跟重点 那这个是总结 所有一切佛说法的核心跟重点 那你看 那个马圣比丘跟舍利佛讲什么 讲什么 缘起计是什么 诸法因缘生 然后呢 诸法因缘念 你看 他就讲这两个而已 你看这两字 诸法因缘生 那一切佛罗就三个 是诸佛教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念 非常有名的缘起计 我佛大沙门 我的老师佛陀 他是大沙门 常作如是说 那这两个 只要是 是他回答他的 他只要是这两个记 缘起记 我们先了解一下 为什么导师要用记授 为什么成佛知道 全能要有记授 而且导师先写记授 然后再来做常常 再来解释 那么我会当常作如是说 舍利佛 舍利佛 问马圣比丘 你说师父是谁 释迦牟尼斗 他跟你讲些什么 我的师父讲得非常 我身杀非常的多 但是我简单跟你讲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 就这个 这是我师父常常跟我说的 我佛 我佛大大门 我师父佛陀 已经正觉的佛陀 那么常常这样跟我说 这是他最早的 你看 就简单 恶药的两个记 两个去而已 两个记颂而已 还没到一个记颂 基本上是四句 好像这样是一个记颂 就两句话而已 出法因生出法月面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缘起记 还有一个佛陀时代的 这个是七佛通经 总结一切佛的 这个是总结四交蒙一佛的 好 那么还有一个记颂非常有名 我们记得佛陀时代 有一个最笨的 有一个最笨的 背了记颂 三个月还背不起一个 记了是谁 不是冰头卢 冰头卢是受控养的 周立盘头协 好 那么周立盘头协到底背的什么记颂 那个记颂不是周立盘头协背的 是所有来出家的人都要背的 就是说好像你去学中医 你都要背那个 背那个口诀一样 所以他并不是周立盘头协背的 是所有来出家 新出家的人都要背的 背这个做什么 他没有输啊 你就是要把修醒的核心 怎么修醒 要背起来你才会修醒啊 他不是说我们拿书来看 拿这个成果知道 或是拿普门品送经 然后知道怎么修醒 他没有 他没有书啊 那你也不可能人家一直跟你讲 所以跟你讲一次两次 你就要记起来 你就知道 就好像你去报路 报路人家没有画地图给你 你没有地图 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个中正路怎么走 你要背起来 人家不可能跟在你旁边 跟带着你走 当然也有这种 但是修行就是这样 你要把那个修行的核心背起来 那这个是佛陀时代就有的 记住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佛陀时代最主要的三种 三种文体 三藏十二部 最主要的三种文体 一个是长行 另外一个呢 企业 另外一个呢 企业朵 对 才刚讲几分钟不要就忘记了 那么长行企业企业朵 这个三分教是最主要的 其中两个就是记授 一个是重授 一个是什么 古行授 所以 这个周历盘同节 到底是背什么背不起来 那一个是所有来新出家的人都要背的 他背什么呢 那个就是他背的一定是修行的核心要义 像这个一样 这个是真理的核心要义 一切法 佛法就是缘起法 你见缘起就见佛 见缘起就见法 见缘起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所以缘起是核心 好 那么周历盘同节背什么呢 我们来把它写在这里 周历盘同节背的一个记送 那个就是当时要出家的所有人都要背的 那么他是背什么呢 身口一夜不造恶 莫老一切诸有情 正面观之欲尽空 不亦之苦当远离 我写这个意 好 那么这个是周历盘同节 当时跟所有比丘 你该出家的时候 必须要熟记的一个修行口诀 其实这是修行口诀 那个这是真理的口诀 身口一夜不造恶 就是我们要常常保持身口一清线 不要造恶 写错了 不是末世 末老 末老一切诸有情 就是不要伤害 不要伤害 一切的生命有情生命 正面观之欲尽空 正面观之欲尽空 要了解一切五欲 都是虚妄不实的 要离欲清静 五欲之苦当远离 不要修那个没有意义的事 没有利益的事 那么当时以为苦行就是解脱 苦行就是修行 无一的苦行是没有用的 你受带多的苦 你也不能帮助你解脱 所以要辨别 什么是对你有利益的 什么是没有利益的 那么这个是周历盘托且 跟其他一切刚出家的比修 都要背诵的记诵 修行的口诀 那我们会觉得 那郁静老师就编个口诀就好了 很简单 要编这么多 这个记诵很多 你看 这个记诵从头到尾要背很久 那为什么要编这么多呢 我们要知道佛法自从 这样传承下来 那么小圣大圣 大圣里面又有 后来又分 在中国分了八宗 然后在印度他就有三大七 信空为名 正常为心 虚幻为四 那么这么多的佛法 那么不太可能跟佛陀当时 是用几个记诵来讲 不太可能 所以就印诵导师 那么综合了所有佛法的教理 然后教使 那么教义 那么编起了这个 从人天 人天法 这是人天生 到身为原学生 得解脱的到成佛的佛 或是菩萨生 那么终极编着一个成佛之道的记诵 这五称共法 以五称共法来说 好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记诵 就是说我们还没读 我们现在先说成佛之道记诵 那么他之前是前面是一个记诵 先写一个记诵 浓缩在记诵里面 然后再来详细解释这个记诵 成佛之道就是这样的架构 那么把所有的佛法流传的佛法 那么用这些简单极的记诵 那么来表现出来 其实这样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记 那么最有名的是七佛通信 一切佛法 简单 用三个 三段的话 众上众领自信其语 那么佛说的话 它的核心 它的真理 解脱跟不解脱的关键 所以用两句诸法应验声 诸法应验声 来告诉你主要的道理 当然你还要细咎 深细的去理解你 你不能够 你不太可能说 听到这两句你就得解脱 除非你像舍利佛一样 舍利佛遇见马圣比丘 他在他的师父三落以下 已经修行很久了 没有得解脱 那么他还没遇见佛 他只是遇见马圣比丘 就佛的弟子 你的师父不教你什么 诸法应验声 诸法应验声 我的师父常常这样跟我们说 他听到诸法应验声 诸法应验声 他就证出国 那么舍利佛说 你等我一下 我跟你去见你师父 但是你要等我一下 他要去做什么 他找目见人 因为他跟目见人有约定 从小两个人就约定 一起出家 一起修行 然后彼此约定 谁先见到法 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 所以 他说你等我一下 我去找目见人来 所以他赶快去跟目见人看 找目见人 目见人永远见着舍利佛来 就是他 人见得到 人有修行有得 那个眼色不一样 那个光明不一样 然后他就看见舍利佛 这个舍利佛一定是见到法 舍利佛来 他就问他 你是不是见到真理 他说是 舍利佛跟目见人讲 就讲什么 讲马上比丘 跟他讲那两句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生 目见人也正出国 但是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 那像吴比丘 吴比丘是要佛跟他讲 也讲了四弟 讲缘起 讲中道 那么最早 那么才开始有建国的 那目见人舍利佛 这个是根基比较厉害的 那一般像阿难 阿难天了 天了很久才正出国 到佛灭后才正阿罗汉 所以就每个人根基不一样 但是都在于什么 熏行 就是你常常有在听 常常有在想 那么久了久了 你就有所谓的文师的智慧 文师的智慧 就会带动你行为模式改变 行为模式改变 那么就会有所谓的文师修 文师修 文师修 你就会成就界定位 然后就会有所谓的解脱 你才能够得解脱 那么目见人跟舍利佛 比较立根的像目见人舍利佛 大家设这种 大概就是一听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一听就知道 是因为他之前就听过 那之前佛不是还没成佛吗 过去佛的时候他就听过 像我们现在 听文师教牟利我的法 听啊听啊 常常听 常常想 常常听 常常想 到了米乐佛的时候 荣华三会你一听 你就解脱 就这样 那如果你现在不听不想 不听也不想 荣华三会没有你一会 就是你参加不了那个会 就是参加了那个会 你也得不到解脱 释迦牟利佛地址 也不是每个得解脱的 所以佛法基本上就讲因缘 你要常常累积 累积这种智慧 熏悉 多闻熏悉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祭送 就是主要我们讲这个 有关于祭送的这个 因为佛印度人 印度人主要的经验 是废头经 就跟我们的四十五经一样 中国人主要就是论语 四十五经 印度人是废头经 那么废头经也是用背的 也是用背的 那么他们也是边祭送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印度人的习惯 好 那祭送的第一个 我们先了解一下成果之道 他第一章叫做归进三宝章 那么这个跟祭送也有关系 他是分章节 但是第一个就是归进三宝 然后第二个才是文法契录 你看我们先把这个 重点写一下 我们这样就很容易清楚了解成果之道 到底要讲些什么 然后再细部的去了解 文法契录 第三个是五称共法的样子 五称共法对 然后再来是三称共法 然后就大称不共法 然后就大称不共法 然后就没有了大称不共法 就简单简单 大称不共法最多 大称不共法 整个成果之道 他就这几个 他说归进三宝 讲到一边的一张一张 就这几个 一二三四五 就五大部分 主要是这三个 那归进三宝 一般做祭送 前面都有个归进三宝送 比如说我们几个例子 比如说往生论 世心菩萨座往生论 那么往生论 比如说几个例子来讲 往生论前面一定 大部分的论前面一定有一个归进三宝送 但是都不常 就归进送 一般来说 就普提道世心菩萨座也有 几个例子来讲 往生论的归进送 我们看他怎么写 世尊我一心 归命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若果 我依修多罗真实功德香 我们先来看一看 说愿祭种词 与佛教相应 说愿祭种词 跟佛教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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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归进送 那么一般都大概四区而已 一般都是四区 那我们看愿祭老师的归进送 就很多了 他一归进就只能归进三宝 一般也是归进三宝 佛法身这样 那一般都是两区三区四区 就一个祭送这样 愿祭老师的祭送 也这个归进三宝中祭送 比较长一点 那他主要是把三宝的功德 全部加在里面 那这个跟一般 因为祭送 这个祭送蛮长的 成果知道的祭送蛮长的 那一般的祭送也没做这么多 那这个是所谓的归进送 好 那么这里就是归进三宝 它其实就是归进送 那么这个是一般做祭送前面 大部分都会有这一个 就是先归进三宝 就好像我们要上课之前先 明佛三拜 然后传叹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大概就这样 然后你像法师问信 就佛法身嘛 你看还不是一样 它一样是这个 一样是这个过程 就是先礼拜 释迦牟尼佛三拜 然后赞叹这个佛法 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然后你像说法者 问信 佛法身 一样是这样 那么他做祭送 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层次 好 那这个是往生认的一个规定说 就我们理解一下 然后之后就告诉你 佛法的修显的一个过程 那么主要是这三个 就是五称三称大称 就是佛法整个流传在我们这个世间 那么主要分这五种 其实主要就三种 人天法 解脱法 跟成佛的方法 那这一本就是成佛之道 成佛的方法 道就是什么 道路 道理 道主要有两种 道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道路 一种叫道理 佛法 我们常常 我常常在说 佛法就讲两件事 真理是什么 怎么证着真理 第二个 痛苦怎么来的 怎么解决痛苦 佛法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来问 都会问 这个 就是说他心里面有痛苦 他遇到 比如说亲人 亲 儿子不孝顺 婆媳关系 亲子关系 朋友关系 兄弟关系 很多很多很多 那么人生有种种的问题 那其实佛法是在讲这个的 这些问题到底根源都从哪里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问题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痛苦 有些人问题就可以迎认而解 有些人根本就不会有问题 有些人小小的问题 就产生很大的痛苦 有些人很大的问题 也不太会有痛苦 你看之间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佛法基本上都是在解决问题 就是你有佛法没有 你不一定信佛 但是你有没有智慧解决这种问题 你有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 佛法就讲两个 一个 你有没有智慧跟能力解决你本身的问题 那么在进一层 你有没有智慧跟能力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么这个跟孔子讲的也一样 其欲利而利人 其欲达而达人 就是说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你把自己做好 不痛苦 再有能力强一点 你可以解决别人的痛苦 可是 你怎么解决 你的智慧从哪里 你的能力又怎么来的 所以 这些在佛法里面都有讲 所以佛法主要讲两件事 那么这个是天赵所谓的道 我们直接讲成佛之道 比如说 这个是成佛之道 这本书叫成佛之道 那最后当然是成佛 达称 达称就是成佛 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修行 基本上分做三种 等于我们再来讲 那后面再来细讲 因为今天很多人没课本 没关系 成佛之道的这个道 道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道理 道理 道理就是真理 道理 一个是道路 道路就是方法 途径 你依什么道路正得道理 你依什么方法见得真理 依八正地见四地 依八正道见四地 依中道见圆起 基本上就这样 那么这个道理 就我们刚才讲 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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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 圆起 一般我们喜欢讲 圆起信空 圆起信空是从大圣里面 中观里面特别强调的 当然可以这么讲 佛法里面基本上是讲这样 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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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佛法的一个真理 你去见圆起了 你见圆起了 你就见道 你见无我 正无我 你就正道 你就得法身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来细说 但是我们现在先把整个佛教 整个成佛之道 它的一个主要的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会很清楚 这样我们学习佛法会比较清楚 我们说过佛法律两件事 第一个 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比如说 他告诉你人为什么会痛苦 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就是真理 那么 再来就跟你讲 你怎么样可以解决这样的痛苦 人生中充满着痛苦跟无奈 那这些痛苦到底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什么 比如说 你一直身体都不好 那根源是什么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你的体质 有可能是空气 有可能是你的食物 一直在造成你的痛苦 你如果没有把这 换一个空气 换一套饮食 换一套生活模式 那么你就一直吃药 吃不好 他会告诉你 你用了很多方法 我们世间有很多经济 政治 哲学 各式各样的学问 来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可是 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 依然充满了痛苦 那么这种痛苦 有时候可以控制 有时候不能控制 那佛法在解决痛苦方面 特别厉害 所以你要看 你要看 你如果学了喜的佛法 你会发现到 你真的学习到 你会发现 你的痛苦会越来越少 就是会有所谓的自在的这样的 就是说 你依然会发生这种事 就有人问过佛陀啊 他说 他说 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就很多宗教 非常多宗教 那么 很多大部分 十个九个宗教都是这些 就是说 你来信我的教 我的神就保佑你 比如说 上帝保佑你 耶稣保佑你 阿拉保佑你 这个 这个 天公保佑你 反正你来信我的神 我的神有力量 祂就会保佑你 祂会保护你 那佛法不这么说 好像说 你快乐跟痛苦 都是决定你这个神 愿不愿意帮助你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去祈求 印度人也是这样 要祈求犯天 拜妈祖 要拜什么 拜什么 来自于现在很多佛教徒 拜佛也是一种祈求 可是佛法不这么说 佛法在告诉你 佛法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 在于佛法告诉你 道理 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造成这个痛苦的原因有几种 哪些是根本的原因 你要从哪一个方面下手 道路 你要用什么方法 那么可以解决这样的痛苦 就有点像次病 你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 运动伤害 或是饮食不当 或是坐姿不良 你是怎么形成的 你必须要纠正这样的行为 然后除了你不再这样做之外 你要用什么方法把它调回来 用什么药把它改回来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个道路就是方法 就是什么 八正道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把这些方法 全部总结起来叫做三十 把佛陀当时主要的方法 总结起来叫做三十七道别 七类三十七种 四年促世正前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七这个就是方法 好 那我们现在是大概讲而已 好 那这个五秤三秤大秤 基本上在佛法里面 谢理事分五大章 但是这个法文法 这个法就是 人天法生文法大正法 文法去路 好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佛法 那刚刚在南传没有大正这一块 在藏传还多一个秘秤 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流行在中国的 就是大秤佛法 那西藏它还有一个所谓的秘秤 就是无上秤 在大秤上面的话 有一个无上秤 就是秘称 秘称 秘秘称 秘秘称 所以你读菩提教赐进广位 大秤后面还有一个秘秘称 秘区 那如果是南传 他只到解脱而已 他没有大秤 没有大秤这件事 那藏传还多一个秘秘称 那南传少了一个大秤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北传佛法 基本上就是讲大秤 讲到大秤不够广 这个跟北传要生理广位 有一点不一样 好 那我们还没进入进去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陈伯师道这个东西 这个陈伯师道讲的 好 那佛法主要 我们说过 这个叫五秤三秤大秤 共跟不共 不共就是不跟他独有 那么共就是都要有的 三秤都要有的 那么五秤都要有的 好 那我们先理解一下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基本上 发心修行正果 发心 修行 正果 这三件事 主要 就是你这个播种 成熟解脱 这个叫种俗脱 就是你先播种 然后开始成熟 这个时间很长 然后得解脱 解脱是一瞬间而已 发心也是一瞬间而已 播种也是一瞬间而已 重点都在这里 怎么修行 怎么成熟 那 发心基本上分三个 所有的修行 五秤共法里面 五秤 等于我们慢慢看会知道 就是说你们会讲 人天 人天秤 人跟天 叫做人天秤 人天秤的发心 应该写在这里 人天秤 人跟天是一个 这两个 人道跟天道 人道是五戒十善不圆满 你就做人 天道是五戒十善圆满 你就升天 那天又有分两类 一个是欲戒天 没有定的 一个是色无色戒天 有定的 如果你除了五戒十善之外 你在修禅定 以你的定的高跟低 升跟浅 升到色戒或五色戒 这个叫善戒 如果你没有定 你是修五戒十善 那么你就升到欲戒天 升到欲戒天 那么这个是天 那人 人有四大洲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来源目的 人有分 那么所有的众生都依福报来分 圣者依智慧来分 结位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出地二地三地四地 那么这个主要是依你的智慧来分 依你见真理的智慧来分 那么世间的人 就是说我们凡夫 凡夫主要是依福报来分 所有的六道里面都有分三倍九平 包括地义都有 地义还有大地义 还有中地义 还有小地义 鬼有鬼王 有鬼王 有福报的鬼 有普通的鬼 有恶鬼 那么一样 那么人 国王 一般的人 大臣 那么更 一般的平民或是乞丐 那更可怜的 那么基本上都分三倍九平 就算做乞丐 也有乞丐头 一样还分 所以世间的人是以福报来分 福报就在五戒十三上 天也一样 就天王 就天子 就天人 不一样 天王最大 天王的儿子小一点 天人 人民 又更小了 人民里面又分 有福报的没福报的 所以这个世间种种的差别 为什么这么多差别 你看大概我们人就好了 有好的父母 没有好的父母 有些人生下来甚至不知道父母是谁 没有父母 然后有钱的 没钱的 生下来就有钱 生下来就没钱 生下来本来很有钱 没多久就没钱 生下来本来没钱 后来有钱 反正非常多的差别 好看的不好看的 有智慧的没智慧的 那么这些都是怎么造成的 夜 所以一夜轮回 一夜轮回 那夜主要有两种 隐夜跟满夜 隐夜就是让你生到六道的夜 做人做天 做这个狗 做这个畜生 做这个鬼 那么做鬼之后好不好看 做人之后好不好看 有没有钱 健不健康 这个父母好不好 这个子女好不好 这个就是满夜 圆满不圆满 缺憾不缺憾 那么这个主要都是一夜 那么一夜都是透过身口义 我们刚才讲 周历盘头节 周历盘头节 背着祭送 第一句是什么 忘记了 身口义夜 不造恶 不要造作恶业 你看 他就讲这个道理 欺佛通缉 第一句是什么 诸恶莫作 重商凡典 重商凡典 诸恶莫作重商凡典 就在仁天生 武圣共法里面 身口义夜不造恶 在武圣共法里面 那正念官之欲敬空 才进一步出离意见 然后刚才剑法 然后这个正成解说当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从仁天正来讲 发真上身心 真上身 就是真上身心 然后修什么 五戒十善 简单讲 然后正什么 正仁天国 升仁或升天 那我们说过天也有两个层 要看你修什么 那如果你要升色戒天的话 它主要是上戒跟下戒 下戒跟上戒 下戒的天是欲戒天 上戒的天是色无色戒天 色戒跟无色戒 那如果你把 把这个三戒的烦恼都断掉了 那欲就有欲贪 色就有色贪 无色就有无色贪 贪就是什么 蓝着 蓝着 执着 执着 执着在五欲 这个欲是五欲 不是什么财色名识税 五欲是色身相畏处 感官 感官的满足跟刺激 那么色无色戒 基本上 基本上是要有定 要有定 你执着定 只要是执着都叫做贪 所以那就是欲贪色贪无色贪 欲贪色贪无色贪 你把这三个都断掉了 你就出三戒了 那还没有这个之前 你就是五戒十善 真人天 那么如果你只是五戒 你只是五戒 你只能做人 五戒不圆满 就看你哪里不圆满 你杀戒持得不圆满 你就比较常生变 寿命不长 你还是会做人 我们说有满业 但是你就是常常会生变 然后 而且有些杀戒更重一点就是 你活了几岁就死掉了 我二十岁三岁 你看有些很有钱 赚博斯赚了那么多 你看贾博斯就好 贾博斯钱赚了那么多 我到几岁死了 还没死之前 又病治病 但是他有钱治病 所以他的偷盗业没有 他没有偷盗业 他不偷盗 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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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就比较好 家庭关系会比较好 那我不管你做生意就比较能成功 就是你的事业伙伴 人家 不管是你的下游厂商 上游厂商 都比较信任你 你比较得到信任 讲话有威望 那不杀身就是你身体比较健康 你看那身体就 之前就得到那种病 但是没有多久 他有前置病 假设你生了 假设你常常生病 又没前置病 这个就是你又有杀身 你也有偷盗业 又没有人帮你 这个就是你又善缘又不好 既没有善根 又没福德又没有因缘 你没有善缘 就很麻烦 所以 我们刚才不是讲 佛法主要讲两件事 第一个 痛苦是怎么的 因为我们都是有痛苦 世间世苦 这个世间没有人没痛苦的 至少都有老病死的痛苦 有些人有怨证为爱别人求不得 大部分人都有 不会没有 生老病死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然后这五印身心不断的变化 才会造成这个生老病死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这些苦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你如果不要受苦 我们现在是怎样 佛教是怎样 消灾免难都用什么方法 送肩 然后写超度排位 生病了一定是有某些 冤亲在主障着我 障碍我 我给他写一个 某某人累事冤亲在主 把他超度走了 我就跑了 没有 佛法不是这么想 这个不是佛教的解决方法 可是我们就用这样来解决 那么我跟我兄弟感情不好 那么我去哪里参加个瓦会 送个喜布街 然后兄弟感情就会好 没有这种事 佛陀曾经讲 你没有办法靠祈祷 就可以什么 产生入宝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靠祈祷 持终就可以产生自问 就可以消灾免难 没有 你一定要知道 就好像说我肚子痛 我念个肚子不痛症 是不是会不痛吗 不可能 你不读书念个智慧症 念文殊菩萨的智慧症 你就会得到智慧吗 不可能 也不可能说 那这个 我比较笨 那么这个 我请一个达阿喇嘛 请大宝宝王 送亲回向给我 我就变聪明 不可能 你想一想 你儿子要考试 你看他辛苦 你跟他讲 你明天要考试 你看你那么辛苦 你去睡觉 妈妈读书 回向给你 你明天去考试就好了 有办法吗 不可能 可是我们现在都做这种事 我们自己不修 然后都希望 那个有修行的人 然后打坐 送亲 然后我们一点钱供允他 然后他回向给我 我们就得到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佛教 佛法不这么说 佛法有一个定律 你如果不做 你就没有 谁做 谁就有 就像吃饭一样 你不吃 你就没有那个营养 你吃了 你就有 你吃了消化吸收多少 你就得多少 你如果吃了 没有消化没吸收 那也没有用 你吃多 你就得多 吃少就得少 如果你吃的东西里面 杂有毒 那就有毒 有营养又有毒 如果都是营养没有毒 那就最好 如果都是毒 那吃了 还不如不吃 一定要有 修行也是这样 不是你有修就好 你看对 印度人多少修行的人 修苦行的满街市 可是没有意义 所以你看 周立盘托写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无意之苦 当愿你 意思是什么 没有意义的修行方法 不要去做 有些是什么 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就算了 有些还有副作用 有些还有副作用 这赚了钱 这个天神保佑 撒很多牛 撒很多羊 去供养天神 天神不但不保佑你 你还自己有杀业 短命多病 你看 不但没有作用 而且还有副作用 我们去祈求神 然后去烧些什么什么 有时候没作用 而且还有副作用 增长愚痴 真的 很多佛教徒增长愚痴 都以为是佛法 送个什么作 就可以消灾免难 这个手上绑个什么五色线 就可以健康长寿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事 真的 佛前点个灯 就一年光明 我告诉你不可能 如果这样 我要把所有的钱 都去点路灯 那个最大 那不可能 一生光明 我告诉你不可能 重点掠夺在你的心 你的行为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解决你的烦恼 用什么样的智慧 去解决你生命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 都两个而已 一个生命的问题 一个生活的问题 大概就这样 生活上 就有人事关系的问题 那生命就有什么老病死的问题 我们大概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那你这些痛苦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当然 你要先解决苦 基本上有三个 现世苦 来世苦 后世苦 现世苦就是 我现在的生活就困难 我现在就因为我爸爸 我妈妈 生病我要照顾他 可是我如果不去赚钱 我又没有钱 来付他的医药味 我要去赚钱 我又照顾不了他 那么两难 那我又不放心 我赚了钱 如果我要请人来照顾他 我又不够 我又不放心 反正世界上太多这种问题了 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那么生活的种种问题 基本上有几种 一个就是 他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是 他是不能解决的 但是可以控制 可以远远 远远 第三个是 他是不能解决的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 也有外道问佛 那么其他的宗教 这样讲就要讲 只要信他 他就保佑你 他就保佑你一生 幸福快乐 健康美满 这个是真的吗 佛陀说是真的 好 那如果我信你呢 我信你这个宗教 你是不是能够保佑我呢 也不准 佛陀说那 就算我是佛 那么你就是信我这个佛教 我也不能保佑你一生健康幸福 无灾无难 是 人世间就是这样 宗教最大的最用就是 消灾免难 然后教你怎么趋吉避凶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佛法他不是有神 来保佑你 不是 佛法重的是法 道理 我们刚才讲道 道 成佛之道 道理跟道路 你为什么这么痛苦 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造成你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四地是什么 苦 极灭道 你看哦 以后我们再来讲 你看 苦极灭道 佛法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去试验 诵经 拜餐 然后偶尔参加一个佛期 打个禅期 你就以为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 因为你只是研化问题 然后培养你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培养你的能力 能解决问题 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佛法 佛法的内容 就是苦极 苦就是问题 痛苦 每个人都每个人都痛苦 婆媳关系不好 婆婆老师觉得婆婆很难做 媳妇老师觉得媳妇很难做 永远都在那边 那儿子又觉得 帮妈妈也不是 帮媳妇也不是 帮太太也不是 那儿子有时候觉得夹赞 到底是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那父母就会觉得 那你比较疼哥哥 还是疼妹妹 反正世间上有太多种问题 那么这些种种的问题 其实就是苦 苦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们才在讲 佛法都是要 缘起 缘起就是有因有缘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因缘 然后才会产生 这个是果报 苦就是一种果报 果报是从因缘来的 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讲到最后 生死的苦怎么来的 这样才有办法 那么一开始是先讲 我们生活跟生命的痛苦 怎么来的 那么比较少痛苦的就是天 天人没有验证会 天上没有验证会 也没有短命多病 也没有求不得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他只有 有的就是爱别人 跟病 跟死而已 他也不病 他也不生病 他要死了 他就是五酸象腺而已 那就是本来不会流汗的 会流汗 本来流汗没味道的 有味道 他的病就是这样 我们的病不是这样 我们的病可苦 那么天人 那天人的福报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可以不受苦 你想那世间人 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健康 我就常常都有生病 为什么他生了病 都有钱看医生 为什么我连吃饭都没钱 为什么他们一家幸福快乐 兄弟姐妹都那么和好 为什么我们一家兄弟姐妹 天天下一个打仗 凡事都有病有病 那么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绝对不是说 那我今天去求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 念十万被人大倍重 你一百万被人往生重 那我去解决 我告诉你没有 那我去请大阿阿嬷 请大宝王王 请圣言法师 那么我接一千万给他 叫他回线给我 我去解决问题 我告诉你没有 不可能这样解决问题 你们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法位 历过很多的排位 年轻在酒的排位 有些问题会因为你的发信 有些问题会因为你的发信 他会延款 但是他没有办法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你没有解决到他的因 疾就是疾疾就是烦恼 所以叶尊老师有讲 佛法一般都种在消灾民 不是 消业障 不是 业障已经是一个国报了 他并不在除业障 他在除烦恼 你一定要从因障 才能够解决这个国 你的痛苦又不是天人给你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因为供养天人 你的痛苦就解决 你的痛苦又不是佛给你的 你怎么可能因为念佛 然后拜佛 然后供养佛 如果你的痛苦是因为你之前毁谤佛 那么你现在改过来 赞叹佛 那还说得过去 如果你的痛苦并不是跟佛没关系 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你怎么可能说因为我念佛拜佛 然后我的痛苦就没有 你还是要解决啊 就好像说你比如说有老病死 你可能因为念佛 念佛拜佛你就不老吗 没有 它是一个国报 它没有 这种苦已经没办法延完 连释迦摩尼佛全佛都没有办法说我可以不老 可以不死 我们说过问题有几种 那佛法的智慧就是在于明白辨别这些问题 你不会为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下操心 穷操心 用了很多力量去解决那种不能解决的问题 结果那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反而没有解决 麻烦就在这里 我们用了太多的心力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建立跟建立 都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 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慢慢慢慢可以解决 可是你看我们遇到问题了 我们一直在那边穷操心 也不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 怎么样解决 你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 请一个有力量的人来帮我解决 这个有力量的人尤其是上帝 尤其是技工 尤其是我母娘娘 尤其是妈祖 尤其是观世音 其实我告诉你 最有力量的就是你自己 可是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从佛法中来 他告诉你你要怎么累积力量 你要从哪一个角度 哪一个方法去想 哪一个方法去实践 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你已经知道它不能解决的 你不会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 把心力都耗在那里 你会造成你的痛苦 我们好像要休息十分钟 陈医师说要先休息十分钟 先休息十分钟 需要免tr地 按摓 按摓